这几个姑娘肠获真高 高的高海带 南方人就是骨架子 在岸上都人种 在岸上就是要 很像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好像是在原屋 反正就偏蒙古一边 那边那种 就是个肚子高一点 然后南方这边人种的 那个就是另一个亚种 反正就都是亚种 就是完全就是 这两个亚种的身高 就是平均上来说 就是南方的要矮点 北方的要高点 那天我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他们还说我种族轻视 我自己就是南方的 我个子爱我 种族轻视我自己 他们在逗我 就是说 就是亚种 然后他说 你这个还人种 还跟我扯 我们这又没有生殖隔离 我算你还能跟我扯 是不是跟你来 哎呦 我个 黄种人 黑种人 白种人 那他也是不同的 那个什么 这叫什么 都是以为人 人种 人嘛 但是他那个 这个应该算是亚种不一样 反正他这个具体 是 网上戏了以后 还是有不同的 狼狗狗还没有生殖隔离 狼狗狗还能随便生 生完了以后的小狼狗 也是能有自己的繁殖 有生育能力的 也可以继续繁殖的 想要生殖隔离的话 你看真的给隔了很远了 中国才上下五千年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一般的文明最多 人类也就是 才三百万年 从古猿到人 现在看起来 他生殖隔离 要时间还是很长地 没有 这光是什么 这些年 反正我就觉得 有时候什么台湾 或者日本 什么在那里扯 觉得自己是什么 我们了不起的 包括以前 那个日尔曼 德国不也是 动不动就能睡 还有自己血缘 什么的 就不一样了 比较高一点 一等 一等 反正这个东西怎么说 反正你都没有生殖隔离了 证明你根本就没有 高到一定程度 你要高到一定程度 差异很大了 就应该有生殖隔离了 你和狼和狗一样 你说看着很大差别了 狗狗比较可爱 不那么有攻击性 狼还是有攻击性 然后还比较整个那个 但是人家都没生殖隔离了 你和人和人之间 还能交流 你语言还能构统 文字和语言还能构统 从哪儿来的 这离生殖隔离还远了呢 我今天说了我今天过晚路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还要抓紧跑路 哎呦 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哪个轮胎给热爆了 听到一声啪一声响着 是这个自行车吗 坐进就坏了 一次爆胎了 这么大约的车也骑了 原来说骑了就能不能出来了 真的看路况也不是很好 车况也不是很好 如果要骑自己的车的话 就骑那种特别好的车 普通的随便骑机的 那不想慢着骑就行了 对吧 只能自己催着走 那个车是不行的 哎呀 这交警是正经历的 前天呢 我一直路过 看看还在这的人肉 在里面在这指挥教堂 这么热的天风雨 在这屋子 太爱心了 然后我要无关手机 一路跑 我去啥妈呀 来到按下就可以安全的 拍会儿 合着还有个女交警站在边上 她站不出来了吗 不站在岸上 有点危险 站那个位置 屠杀的位置 站在岸上 有什么东西的站岸上 站在她边的位置站的太危险了 这不是给人粘的地儿 这个地方给圈起来了 块儿路坏了 这路换个砖 汽油锅 好像是这会儿把砖白一点 两家砖会深一点 先放点砖砖的样子 或是这阶上从社群人就村上 这是南val 我们的志ANT 乐 198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